您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中国强势崛起之后 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 领海及领土纠纷日益增加 中国称这些地区的一些海域 及所属岛屿历来属于中国 多年来却受到别国的蚕食 而涉及领土争议的一些国家 则表示受到中国的威胁 纷纷要求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抗衡中国势力 目前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局势动荡 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 以及区域安全问题引人关注 今天我们就邀请独立的 政治军事评论人士林长盛先生 来到美国之音 在华盛顿的演播室 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 来讨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 领海和领土纠纷 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 外交政策的得失等问题 欢迎各位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电话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免费电话是 400-120-0551 只需直播400-120-0551 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 另外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 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新闻atgmail.com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全方位的新闻与评述 通过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访问VOACHINESE 美国之音处处看 写信到 chineseatvoanews.com 订阅每日电邮新闻 获取最新搬墙上网方法 登陆goenglish.me 在线学习英语的互动课程 英语天天说 VA在新浪微博的英语学习之家 好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讨论 林长盛先生 欢迎您来到 美国之音的史诗大家谈 谢谢 近几年来我们都看到 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与一些邻国的关系 全面紧张 仅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以来 我们就看到 中国同韩国的雨夜纠纷 同日本就钓鱼岛问题 及其所属岛屿方面的 一些争议 以及中国同越南 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 争端就全面升温 那么就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 他们担心就是东亚和东南亚 这个地区 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争端的一个新的热点地区 那么林先生我想问您 您有这个担心吗 就从这几年 这个东亚和东南亚这个形势发展来看 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确实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热点 但是至于有多么热 这个还是需要讨论的 就是说现在看来虽然说是国际媒体报道很多 但是比起来其他一些地区家就比起中东 比起波斯湾 比起现在的阿拉伯世界 现在东南亚至少就南海地区这个热点还没到地 那么东北亚当然有一个热点就是北朝鲜 那么北朝鲜的问题现在还要继续得看 或者会很热 或者也就会不冷不热 所以如果说现在就说断定 说东南亚和东亚这块 就因为这些海上岛屿这些领海 当然就会发展成一个 举世瞩目的热点地区 甚至爆发在 我觉得现在为时过早 那么在区域安全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作为一个国际争端的热点地区 显然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还为时过早 像您说的那样 但是就区域安全来说 中国同一些邻近国家之间的纠纷 乃至冲突会不会成为潜在的一个 可以说这样是战争的根源 您有没有这种担心 首先眼前就说看来 虽然是看起来挺热闹 但是眼前说发展上战争 这个可能性还是不大 未来这取决于 就是说才与争议双方的政策 以及的动作 那么这些很多问题 我必须要分开看 因为这些地区发生这些问题 并不是完全是一类 假如中国现在跟南朝鲜 就是个海上渔越 普渔的一个问题 其实老实说那些普渔越 大陆的中国的渔民自己跃进过去 那当然来讲 就是说中国政府当初和韩国 在定立这个海上普渔协定的时候 没有做 没有考虑很好 没有考虑周到 所以现在人头这么多事 但这个事情 虽然说闹得很凶 但实际上不会发展到 说处击到说 中国跟韩国最后会动 那么韩国中韩之间的渔越纠纷 可能不算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中日之间 就钓鱼岛的这个争议 有国际人士担心 就是可能会比较危险 因为他们最近观察到 说中国的官方媒体 人民日报 比如说最近发表文章 就日本把这个钓鱼岛 以及钓鱼岛周边的一些 其他的岛屿重新命名这个问题 引起中国很大的反弹 中国旗下的中国官方媒体 新华社发表文章说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并且医药费还要自负 然后人民日报今天 昨天也发表评论员文章 说日本不要挑衅中国 叫捍卫国家主权意识的 这样的一个意志 它那个原文的标题 可能这样说的 中国捍卫领土完整的意志 不容挑战 那么许多观察人士认为 钓鱼岛问题 可能已经处到了中国的底线 我觉得现在中国 它虽然说是一党统治 所谓的一元化 但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很多媒体 现在往往说话 未必和中国政府的官方 这个政策的相一致 可以说用一种 我们网络语言 就说大陆媒体 现在有些媒体这个嘴炮 打得很响 打得很响 但是我们仔细来回顾一下 中日间关于钓鱼岛这个争端 那个钓鱼岛争端在上个世界 七十年代开始 开始热热起来 但是邓小平后做了一个决策 说这个死 钓鱼岛我们现在解决不了 我们留到子孙来解决 那这个当时听起来 他要听啊 实际上结果就是 钓鱼岛被日本 事实上占领 那事实上占领 中国政府看到了没有 中国看到了 可中国政府当时就 等于说争个言不说话 等于说默认了 这么一个事 所以说今天来讲 来讲 那么日本就想法把这个 事实上占领变成法律上的拥有 那么现在中方 只不过现在唯一的捍卫上 此面上这个法律 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呢 其实中方和日方都很清楚 这钓鱼岛的冲突 虽然教会很厉害 但双方呢 这方面还是相当克制的 要说这个问题能发展成 战争的老实讲 这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眼前看起来好像挺热闹 其实中国问题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方面 来制衡日本的行为 假如说 如果你现在在钓鱼岛 你自己命名 那我就在这个 东海的采油问题上 我不跟你合作了 我自己单身来采 所以其实就说 这双方拉锯将来谈判 这个还是要有看的了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现象 很有意思 就是说许多争端的根源 实际上可以追溯到 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说中国一直声称 钓鱼岛还有南中国海 都是自己的领海或者是领土 当然南中国海的所属岛屿 它是自己的领土 那么实际上这些领海和领土 中国自称为自己所有的领海和领土 一直受到事实上 就像钓鱼岛一样 事实上受到日本的占领 在南中国海 菲律宾和越南也事实上占有中国 宣称自己所有的一些岛屿 那么这个问题在以前不是问题 可是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 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中国要把它们拿回来 那么再拿回来 就构成了地区关系的一些紧张 那么中国声称这些领海 这些岛屿 历来就属于中国的领海和领土 一直受到外国别国的蚕食 那么外国却不这样认为 外国他这样认为 所以过去我们都事实上占领了 中国也没说什么 但是现在你中国势力越来越大了 你开始要关注这些地方了 那他们就感受到这是一种 就是说是中国的威胁 那么于此就导致了地区关系的紧张 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是 您认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关系紧张 您认为它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呢 中国这里到底是一个受害者 还是一个像别的国家说的那样 是一个威胁的根源 首先来讲我就讲说 你刚刚提出来说 现在中国政府讲 钓鱼岛也罢 南海岛也罢 是中国的这个历史上 就是说是中国的领土 那么中国政府也确实拿出了一些证据来 假如说明代等等说这些证据 但是我觉得呢 老实讲 虽然我是个中国人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实在很可怜 实在很愚蠢 为什么呢 你不能说好 这个历史上我曾经在地方待过 那现在就应该是我的 你假如说好 现在在西伯利亚 大片的人 以前是中国的 那现在是谁的呢 那现在是俄罗斯的了 那现在为什么中国不说 这是传到我的我过去呢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了 这个领土的是 经常会有变轻的 而且领土如果是 你必须要实际的占有 如果说好 你说这个历史上我来过或我的 那好 那郑和去过非洲 那现在中国是不是可以说 非洲什么地方是中国的 所以现在我就很那么 中国动不动脑 拿这个东西好像 其实是很愚蠢的 中国的外交部 很多人就是 就只能白吃饭 我今天说一说的话 他们都找不出一个 很好的理由来说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就以南海这些岛屿来讲 这个南海岛屿 我们现在必须要看到 美国和中国 现在在南海很多政策 但美国从来没有 说这些岛屿不是中国 你注意到没有 美国没有讲 美国只说 我美国不介入你们 美国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今天来讲 就是南海主导这个领土的 是共产党政府 从国民党政府继承过来的 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政府说 他得到这以后 这是我的话下来 这实际上是在国民党政府之后 把这个领土确定下 就是说声称确定 说是我们中国的 那么这次二战结束的时候 国民党说说之后 国民党也派出了军队 占领了这个太平岛 但其他岛没有占 当时中国政府 国民党说说之后 国际上当时是承认的 虽然当时后来 有些国家提出质疑 不过当时我们必须看 当时很多的 菲律宾还是殖民地 越南还是 也算是殖民地等等 所以当时中国就说 把这圈圈了起来了 是中国的领土 那从历史的依据来看 那中国也确实是有权 把这个圈管 但是问题是 你必须要占有 你不能说我画一个圈 这就是我的 对不对 那么别人也画个圈 这是我的怎么办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呢 中国政府既然你继承了 国民党继承了这块领土 你就要想办法 要把它实际占有 尽管说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或经济上很多问题 假如说南沙那些 倒离得很远 你的军事达不到 但是你要都想翻盘 你不能说 这历史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所以你就认为 别人不会占有 尤其到了上次70年代 那国际海洋法重新看见 就是说这个经济专属去之后 尤其当时认为南海地区 会有很大的石油资源 所以这个南海冲突 南海问题就在70年代 就开始出来了 就是问题是 南海这个经济的利益出现了 尤其联合国海洋法 而且这个时候 其实在70年代 82年代 甚至到90年代 初期实际上对中国 在南海地区形成还是很有力的 但是中国政府 却趾若往往 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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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你想想在82年代的时候 中国和西方是实际上 是个联盟来对付苏联扩张 当苏联往东南亚扩张 在越南占有军事基地 后来越南也是四处扩张 对不对 所以当时中国本来就应该趁机 趁的时候 在南海诸岛上 那你再一些 可是没有啊 所以演变事实 最后演不到今天的事实了 到今天这个事实上 所以你刚才我讲 你首先你说 这历史是你的 那菲律宾还说 这个历史是我们的 那菲律宾找出一些 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 越南找出一点证据 那是什么的 所以你必须要实际占有 可是现在来讲 你不去实际占有 你管说是历史是我们的 所以就是我们的 那好 那西班牙你怎么不去不要呢 所以现在这个争议呢 就演变到今天 这种比较复杂的局面 好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之音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 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 领海和领土纠纷 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 外交政策的得失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独立政治军事评论员 林长盛先生 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电话提出您的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 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是 400 120 0551 只需拨打400 120 0551 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 此外呢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 新闻 at gmail.com 用iPhone随时随地 收听收看VOA 美国之音中文部 正式推出 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请上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 搜索词 VOA 控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 应用程序 主要功能包括了 可按类别 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VOA提供新闻线索 包括文字 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 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同样适用于iPad Touch和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VOA 欢迎您马上适用美国之音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 林先生 现在我们到了接电话的时间 我们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打来的电话 首先是台北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好 大家大家好 那首先东北亚 东南亚来讲 就东北亚 日韩来说 日本不提 南韩其实 当然刚才林长生先生说 那个是 逾越问题是问题不大 其实我看前阵子南韩爆发 跟对中共不满的声量 其实除了 光那逾越问题 应该并不足以造成 它对中共的不满 主要还是 对先前的天安界事件 还有延平岛事件 中共对北韩的态度 让南韩各界有所强烈不满 其实有更大的关系 那至于东南亚方面 我觉得中共是 已经现在的胡锦涛 是违反了邓小平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 交代的超光扬毁 十六次真言 如果继续执行这个政策的话 下去恐怕不会引起 东南亚国家的警觉 造成目前的这种摩擦状况 甚至寻求美国资源 那在那台湾的立场 简单讲就是 台湾跟中国大陆 目前还没有达成 那个军事互信 虽然经贸文化交流很密切 好像比较缓和 但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 个人是蛮欢迎 那个菲律宾 希望美军 重回苏比克关 如果真的能重回 而且长驻的话 那北边有琉球 南边有那个 苏比克关 称七角之势 因为光一个是 琉球可能担保一点 外台还有是 可能琉球比较容易 被中共锁地 如果两边都有 那关岛稍远一点 两边共同有行动的话 可能对台湾跟东亚 继续更有保障 好 谢谢 谢谢您 台北的陈先生 您的看法 林先生 给您的看法 谢谢您的看法